大家好,这里是苏小和批评书 这两天又有很多来自于中南海下水道的好消息 好玩的消息,不是好消息 所以跟大家扯不扯吧 说是下水道的消息,但是还是有些消息 还是来自于官方的,准确的说是怎么说 那是因为官方的公开的消息所引起的下水道的消息 这么说,第一个有趣的事情 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和伊朗的关系 据说现在包子迪全世界都跟他过不去 说发话了,他们之前想贿赂一下欧盟 跟欧盟说谈了4年 是要谈一个欧盟和中国的一个战略的合作的 一个双边市场的一个大框架 说这个构想特别大 最近因为新疆的事情 欧盟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制裁中国 现在包子迪说话了 宁愿他妈的把彭丽媛都不要了 这个也要把欧盟打残 那个共产党做事情他就是这样子 他看人的,他跟狗一样的知道吧 你狗这个东西如果你对他凶一点 是不是,他马上就回头逃走了 就认怂了,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你害怕他 那狗就对你汪汪汪是吧 就甚至要你扑过来 那共产党就是这么一副造型 他跟狗一样的,你看他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屁都不敢放啊,一遍又一遍的 然后去谈,希望跟川普谈一个框架 是吧,表面上还是要做足面子的 不敢说任何过分的话 一旦川普总统现在暂时不在白宫 立马就欺负伪总统和他的什么布林肯 这帮怂包 他是看菜下饭 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是不是,你看他对澳洲 他觉得澳洲是个小国家,体量不大 是不是,然后就拼死了,就打澳大利亚 把澳大利亚打得很不得要打残 结果澳大利亚反而是绝处逢生 一点都没残 最近据说这个什么 因为澳大利亚的美好 中国的很多大国有企业都烧煤 是不是,都是进口澳大利亚 尤其是中国的炼钢,钢铁出口 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外汇出口 就是九创会的某钢粗钢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中国的雾霾严重呢 因为温家宝搞的时候 全国批了3000多家这个炼钢厂 这个生产都是那种非常低级的粗钢 然后越南,日本,日本没有 越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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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台湾都有,韩国这些周边的国家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什么的 他们都在中国进口这种粗钢 进口国区把它做的漂亮点加工一下 很简单的都不用生火的那种加工 搞完了以后,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盟 是这样玩的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赚了一点外汇储备 那绝对是没问题的 但是整个国家乌烟瘴气,那雾霾超级严重 为什么会有雾霾啊,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炼钢厂批的太多 温家宝那个脑残搞的事情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共他要打澳大利亚 他不进口澳大利亚的煤 但是中国有这么个钢厂 他必须要进口煤,煤从哪来呢 这时候终于就向北边进口煤 向俄罗斯进口煤 首先俄罗斯的煤一点都赶不上澳洲的煤 差的太远了 其次俄罗斯的煤 那当然你要进口的煤 你又不买澳大利亚人的煤 那我就涨价呗 是不是 一夜之间涨三倍 杀的就是你包子里宠户 你知道吗 很好玩 这些事儿就是有些 这个中共的有些职业官僚啊 技术官僚啊 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改革派 他恨的牙痒痒 是吧 最近据说要改件大事 包子里已经是王一已经去了 要跟伊朗要签署 一个20年的一个战略的合作啊 提了一堆的好处 伊朗还挺高兴啊 更更有趣的是说 跟伊朗签了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框架 要联合什么伊朗俄罗斯 还有这个谁朝鲜 中国四个国家 四个流氓国家是吧 完了以后建立一个反美同盟 跟当年二战的时候 什么什么德国跟日本的意大利 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同盟 然后美国英国 然后成立一个同盟 形成这么一个格局 说土工啊 包子里就是一身令下啊 这个茅台酒一喝 知道吧 完了以后拍板 说要拿4000亿 要干这个事情啊 什么什么都不想了 先搞定这个 先把美国搞倒再说 你看到没有 就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现在呢 这个国内的那些想搞经济的人 但是恨得牙痒 说你他妈大傻逼 傻的也太厉害了 是不是你国 你本来已经没多少钱了 你又拿4000亿搞这种事情 你跟对抗美国干嘛 是你又要跟美国出口 你完了以后就对抗美国 你有那个本事吗 是不是有人说了吗 你4000亿太少了 4万亿可以 可是你没有那么多钱呢 是不是 包子说有办法啊 有办法割韭菜 要马云呢 什么潘石屹啊 什么柳传志啊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刘强东啊 这帮孙子 赶紧把钱拿出来 国外存的美元 都赶紧给我运回来 否则要他的人头一用啊 祭旗 这很有意思吧 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消息是 发生在中国的盟国啊 就是那个西边的那个巴基斯坦 是吧 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 他的宿敌啊是谁呢 是印度 他们两个国家关系 一直是不好 既有领土的纠纷 也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纠纷 而且巴基斯坦的核武器 就是中共给他搞的 关系好的这样的程度 这吧跟朝鲜差不多 但是巴基斯坦最近出的 很有趣的两个事情 首先巴基斯坦的那个总统 得了这个武汉病毒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打了中共给他提供的疫苗 他本来啥人 啥事都没有 结果一打了疫苗以后 还真中招了 真以检查阳性 有问题了 我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说过 疫苗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个病毒 你要针对一种病毒 要生产一种疫苗 你必须要对这种疫苗进行处理 要把它里面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毒刺嘛 把它提出来 完了以后呢 形成一种抗体 然后进入人体以后 跟这个真正的病毒相互打架 完了以后最终把你身体里面 所有的病毒都清除掉 是这个意思 那共产党哪有这样的技术呢 所以本来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统 没病的 没有得武汉病毒 结果呢 打了中共包子给他提供的疫苗 哎呦一下子中招了 那气死了 现在还在还在治病呢 是不是还没好呢 就越想越气啊 这是中南海下水大的消息 越想越气 一万头操他妈滚过 这个破口大骂是吧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统 居然得了武汉病毒了 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然后完了以后 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就跟这个什么 跟印度这边就签署了一个协议 你知道吗 哎搞得还挺好 知道吧 就是怎么说呢 是不是巴基斯坦乡 印度是好 埋葬过去 为和平创造条件 这个国内的网易的网站 都报道了这个事情啊 要喊话印度是吧 说两个国家要放下过去的 这种这个不友好的状态 要共同对付这个强敌 这个强敌是谁呢 有人说是这个什么是伊朗 那怎么可能呢 那是不是有人说是美国 那更不可能啊 是不是 那有人说是塔利班 那也不可能 有人恐怖主义也不可能 那只有一个强敌 那就是土共包子敌啊 是不是啊 有人说为什么要突然要 要那个什么 要跟这个印度是好的 那巴基斯坦跟中国 你知道是啥关系吗 是要全天后的这个战略和合作伙伴关系 你知道吗 这很少有有把一个两个国家的关系 去定位这些叫全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超级亲密的一个国际关系 居然这种关系居然被印度给尿条子 被被印度给吸走了 那我们知道印度跟中国这些年啊 打的不行了 现在国内不断的在抓年轻人呢 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印度的军人跟中国的那帮炮灰在印中营边境 不是打吗 是不是不是说有一个年的人都都隔了吗 就因为说了这么一个谣言 就我抓了好几百个年轻人 但是抓的很厉害 有的年轻人虽然人在国外 你知道吗 还是要被通缉让他回去 把人家的父母给抓起来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中印之间的关系 就坏到什么程度 这会儿巴基斯坦居然就跳槽了 变心了啊 就说包子弟气了个要死啊 真的气了个要死啊 啊说这个什么酒也不喝了啊 这个姑娘也不睡了 真的啊 完了以后就大发脾气 是不是 然后呢就见谁就骂谁 说他这次跑到福建去散心 与这个事情也有关 因为早就已经爆出这个痕迹了啊 巴基斯坦不保 这个所谓的这个病毒被感染 只是一个由头 知道吗 啊所以包子弟想着怎么整人呢 啊 现在据说一个一个的在查 是哪个单位 哪些专家 哪些这个那个的幺蛾子 搞了病毒啊 搞这么不不合格的病毒 完了以后把它放到这个巴基斯坦去 还导致他的总统感染的 一个都不留 全部杀掉 全部关到监狱里面去 一个都不留 所以最近上海这边有个消息 你知道吗 就是上海不是有些郭广昌吗 郭广昌下面有郭广昌的公司 叫复兴集团嘛 有有记性的人就知道复兴集团 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投资集团 什么赚钱他去搞什么 其实是没有什么核心技术的 你在上海那么大一个城市 我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元 你都知道啊 有一个公司叫复兴集团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复兴集团 到底是做什么的 表面看起来他叫投资公司 其实我了解这个公司就是什么有钱 他去干什么啊 搞的特别的火 不外乎就是他跟上海的高层 有一些关系 所以最近他搞了一个业务 新业务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生产病毒啊 生产疫苗 不好意思 就是针对武汉病毒生产疫苗 而且向香港 向巴基斯坦 向很多个国家出口 我跟你说 这个据说这个 巴基斯坦打的那个总统打的疫苗 就是复兴集团生产的疫苗 所以复兴集团这两天 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啊 叫停他的复兴疫苗的几号几号 全球叫停 有些是出口到香港 有些是到香港的 整个香港全部叫停 但是他没有提巴基斯坦 我告诉你啊 一定就是他闯祸了 这个上海这帮人呢 接下来被包子里整个懒看啊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消息 都在一个一个出现啊 你看呢 我们说完了这个巴基斯坦 说完了这个什么一呢 是吧 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加拿大 那加拿大这边这两天跟中共的关系搞得非常的糟糕啊 非常非常糟糕 不是一般的糟糕 现在外交部 中国的媒体 对这个加拿大嘛是破口大骂 骂的 骂的是特别难听 你知道吗 就说骂这个什么啊 这个 加拿大的小土豆啊 这个特鲁多啊 是走狗 是败家子啊 因为加拿大跟中共有一些很见不得人的关系啊 包括我们之前传说的谣言啊 说加拿大帮助这个中国训练军队啊 说在中在加美边境有很大的一个地下室 里面有好多万的这个四五万的士兵呢 一夜之间就被报销了 就是加拿大给他训练的叫极寒训练 你知道吗 但是加拿大最近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糟糕啊 是不是啊 首先是这个中共 开庭省理 这个两个加拿大人的案子啊 据说要判死刑 说这个包子迪是拍了板 一定要给小土豆一个颜色 给加拿大一个颜色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嘛 土共他是跟狗一样的嘛 见比他牛的人 他就害怕 见呢 看上去他认为这个人没他牛 他就他就开始汪汪汪叫要咬人 你知道吗 他觉得加拿大的体量国家不大嘛 虽然面积大 但是加拿大的人口太少了 是不是 他的经济体量怎么跟中国能比嘛 加拿大在土工的眼里 还远远赶不上澳大利亚呢 所以就要玩死你打啊 这就是加拿大跟中国 为什么要集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原因 就是包子迪认为加拿大这个国家可以欺负 所以在什么孟晚舟的事情上面啊 在什么这个两个加拿大人被中国要判死刑的上面 那都是一点都不退让 中国本来是有好多次机会可以退让一下 然后就把加拿大的问题给处理掉了 但是他不愿意退让 这包子的性格他就是一个一个傻大粗 你知道吗 他就是要不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他是不会罢休的你知道吗 所以最近加拿大突然就硬起来知道吗 就是撤回了这个加拿大驻中国大使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直接把大使撤回去了 而且这个国会都放话了 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甚至有可能叫停中共跟中国跟这个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我不跟你来往了知道吗 所以现在加拿大也在全世界也晃得很很凶啊 你知道吗 因为对对觉得就恨中国恨得痒痒痒 他两个人在这边关着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们就希望给加拿大施压 让加拿大把蒙莞州给放了 可是加拿大它是个法治国家 你放人是可以的 你都符合法律的程序 而且他们加拿大跟美国 他又是一个互相有条约的一个关系 你这个东西法归法是不是 国家利益为国家利益的两码事 土共他不懂啊 包子利益不懂啊 所以他也把一件事情就不断的搞砸 所以你会看到中共的外交 中共的世界的格局啊 他在全球的一个位置 你听我跟你扯吧扯吧扯吧 这么多以后你就明白了 现在真的叫做四面楚歌 没有一条路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 虽然伪总统上台了 但是美国的军方 那可一点都没有放松对土工的一个高压 是不是因为连卫星都被打下来了 你说是不是啊 有人说是卫星是自动解体的 怎么可能啊 一定是被太空军给打下来的 你说欧盟本来给 一直想跟中共搞好关系的 一直想在中国发横财的 结果现在也也不想演戏了 也直接制裁中共 制裁他还很厉害 搞得中共特别的伤脑筋 包子里极度气氛 因为在他的眼里 欧盟也不行 也是一个可以欺负欺负的 他最怕的就是美国 而美国里面的最怕的就是川普 所以他现在全世界点火你知道吗 你说全世界点火也就骂了你 也就是说中国与什么 与西方世界啊 你可以跟美国过不去 你可以跟加拿大过不去 你可以跟澳大利亚跟日本 日本也是西方国家嘛 你也可以跟什么 跟欧盟过不去都可以啊 你甚至可以印度过不去 因为印度他也是一个西方国家 印度是西方国家的盟友 但是人家是民主国家 你知道吗 但是你这会儿跟为什么 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会搞僵呢 是不是 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据说伊朗也不买土工的账 你给这么多钱你来忽悠我 你让我当枪手 你把我傻逼吗 不可能是不是 伊朗他人也不傻 再说伊朗人家 伊朗的人呢 他是骨子 你跟俄罗斯人一样的 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中国人 就是你土工 他又想赚你的钱 但是呢他又看不上你 他伊朗跟俄罗斯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也是个大国啊 就是他又想跟你包子弟做生意 但是他就极其看不起你 就跟现在的很多个这个世界上的流氓政客 他都是这个讨论像默克尔 你有默克尔看那些包子弟吗 他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知道吧 但是他赚你的钱呢 就把你当傻叉呗 所以全世界最蠢的人就包子弟 他老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老觉得自己是内命国家里的设计师 其实啊他最大的本事 也就是喝喝酒 也就是吹吹牛逼 你知道吧 也就是他的那帮狗仔子 就在全世界像狗一样的 就是拼命的叫唤几下 什么本事没有 你看着吧 这个土工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 加上经济也不好 国内的很多人恨得恨得牙痒 让我们就等着瞧 看豹子这碗是什么名堂 谢谢大家